Sexy Look 哈囉大家好我是Nabi 夏天到了嘛 其實粉刺啦毛孔 是很多人覺得很棘手 甚至會覺得說怎麼樣處理都處理不乾淨的問題 尤其是像我這種油性皮膚的人 今天呢很榮幸受到我非常喜歡的面膜品牌 他們叫做Sexy Look 我相信你有在長期敷面膜的人 一定會對Sexy Look這品牌一點都不陌生 最近呢他們推出了一款叫做 白白素小草莓粉刺進空組 如果你之前有在觀望這款粉刺進空組的話 你不知道說到底好不好用 它把粉刺的效果強不強的話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體驗 我相信你應該會有興趣看這個影片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像比方說男生 因為之前可能有男生朋友他用這種 他可能就會你知道很懶 甚至他不知道拔完粉刺以後 要做後續的一些保養處理 然後就這樣拔完 然後就覺得哇已經毛孔 粉刺不見了好乾淨好開心 你沒有在法萬粉刺的黃金時段做後續的保養的話 就算粉刺不見了 其實你的毛孔 它是不會收縮的 它其實反而就會晾在那邊 平常清潔又沒有清乾淨 髒污都會跑進去啊 反而會造成你這邊可能第一個 粉刺可能會越長越多 第二個可能角質層也會很厚大 第三個你可能毛孔就會晾在那邊 然後就會讓人家覺得 你是草莓筆 尤其是像我這樣子 油性皮膚的人 然後說粉刺出油啦 毛孔出大的問題 真的很難處理 就真的很像脂肪一樣 就會一直黏在你身上 賴也賴不走 非常非常難處理的問題 但是Sexy Loo這一次的產品呢 他們其實蠻貼心的 就是他們是做這種三劑型的 那效果就會比較好 打開以後呢 你會看到這樣子三罐型 第一罐跟第三罐 你雖然看起來他們是長的 都是這樣子一罐一罐小罐的 但它其實功能是不一樣的 那這種軟化露 其實它就是這樣打圓的方式按摩的話呢 它會讓你的角質很軟化 那你的毛孔就會頭就會比較出來 那這樣子你拔的就會比較好拔 第二劑 第二劑呢其實就是大家都不陌生的 就是這樣大大罐的 那我覺得它非常特別的是 你看它的名字叫做草莓嘛 有草莓兩個字 所以除了從包裝上來看 都是粉紅色以外 非常的妙 給大家看 它擠出來 也是粉紅色的 聞起來的感覺 非常像草莓牛奶 一般像我們常常看到的這種 拔模組都是竹炭的啦 其實很少會做這種草莓水果式 跟一般的這種市面上那種竹炭的比 它其實質地蠻濃稠的 它跟一般那種竹炭不一樣 是它都會加很多很多蔬果類的東西 除了你會聞到那種草莓的那種清香味以外 其實呢它也會利用這些蔬果的成分 達到一般那種竹炭強調控油的那種效果 會比較不一樣 它是比較除了控油以外 它會加強你的保濕跟你的毛孔的清潔 第三個呢 就是這樣一樣也是小小怪的 它叫做毛孔調理細緻露 通常在你拔完粉刺以後 如果你家裡沒有那種冰毛巾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比方說冰袋 或者是說用冰的飲料 外面再裹一層薄薄的毛巾 這樣子冰敷其實也會達到 讓毛孔瞬間緊緻的效果 但是不是這樣冰了就算了喔 你冰了完以後 你一定要使用這種緊緻毛孔的東西 本來開開的那個毛孔 已經乾淨的毛孔呢 它可以稍微的收縮 還不會說就是讓你後續的一些 可能髒污啦又跑進去 然後又加深了粉刺的成長 那這個裡面它其實強調是無油的 所以這次就找了我一位男生朋友 那先來看一下它的粉刺有多多多噁心吧 首先先用軟化露移化圓的方式 按摩一到兩分鐘 按摩完後要用清水洗掉 記得要保持鼻子一點水分 再來呢就把有草莓牛奶味道的把膜 均勻塗在它的鼻子上 等個20到30分鐘 來啦來啦最爽的時候到啦 我發現女生真的都很喜歡 幫自己的男朋友或是男生朋友做這種事情 所以呢如果你剛剛有醜的話 你可以把它撕大力一點 唉唷真的有撕下來好多喔 最後再用毛孔調理細緻露就完成啦 在清完毛孔以後 你可以甚至再敷一個保濕或強調景致功能的面膜 不太確定要怎麼用的話 你可以花一點時間看一下後面的這些 介紹跟指示再用會比較好 那詳細的資訊呢 我都會打在下面的資訊欄裡面 都歡迎大家點開來看 那裡面我也會附上他們的官網資訊等等的 有興趣的話大家都可以到 各地的通路啦康世美啦 去城市等等去看看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囉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